大家早晨,2020年11月27日 撤銷雙倍印花稅供商鋪之後的第二天 哇,陽光真美麗 但是想不到,收到封了,總之就是昨天 如果你想知道收到商鋪的資訊,最貼事的時候 加入我的群組,有我的私人討論的群組 你有很多問題的時候,我也會回答你 或者是9036143,最新的資料你會收到 很多東西不方便公開講,你明白嗎? 但這件事就在尖東港精中心 第一地訊,就是1樓27號鋪 這裡有一個小影片,你可以看到的 那個... 的確地址是尖東,嘉年灣路道100號 港精中心1樓27號鋪,成交了398萬 建築面積是400呎 這個...要快點名字 因為商場報沒什麼,真的大上大落 今天398萬,可能20年後 可能值98萬,可能值800萬,我真的不懂 但總之就感覺一個五分位,真的不貴 你想怎樣,尖東幾百萬貨幣不貴 又在酒樓旁邊,但我會不會買?我不會 但我又明白為什麼幾百萬會有人買呢 所以就...這個呢,相信這一單就真的是... 即是工商鋪設施雙倍印花稅之後的時候 即是第一單的商鋪成交 就是昨天,昨天早上收到的 不過我沒有時間做一段影片給你看 不,你看到這條影片了 那頭我也看過 那麼...這個原本業主 就是2016年4月份的時候 就用這個650萬元進來的 那麼...拿了大概四年左右的時候 就398萬沽了出去 那麼四年間就虧了這個39% 虧四成了,真慘 不過商場報是這樣啦 虧四成虧得少啦 即是輸少當贏啦 商場報就是少傳啦 不過... 人家要輸八九成啊 九成多都是輸少當贏啦 你跟業主說就當... 現在輸四成 那麼就當...賺五成啦 我想會開心一點啦 不過...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就...原本業主叫價 就是八百萬 這個巨大儲稅啦 那麼...放了一半很久了 一減再減 總之...租金呢 大力計計數啊 其實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它附近有很多的財務公司啊 那...整個場地的 那麼...每一間店都大大間的 那麼...所以呢... 租金一萬元都已經三厘回報了 那麼...我猜這些位置 真的租得出一萬多元不難的 不難的 那麼...四五厘回報我相信都不難的 但是搶著整個商場會... 就是... 越來越漂亮啊 一定走下坡啊 那就...就看以後啦 通常商場都會走下坡多一點 那麼... 但是... 但是這一刻呢 特別便宜 因為沒有那些自由行嘛 所以就...差一點啦 這個... 那麼... 這個店鋪的時候呢 大概就說14呎乘16呎 一般的街鋪呢 你寫一乘吧 就是14员16呎 就是大概200呎左右 一般的街鋪實用面積呢 就大概七成 商場鋪呢 實用面積就大概一半左右 湯場鋪呢 實用面積就大概四成 兩三成都有啊 那... 就是... 站不到人了 沒有陰工的那些 就是你看看 首都廣場呢 虧得最金的單丟 93.5%呢 那個的首都廣場 S154號鋪 那麼它在那裡 建築面積就820呎 企人的空間 只有16呎 就是13%的實用面積的人 我錄了一條影片 你就去看一看 那時候還被一個保安趕了出來 啊你緊緊緊啦 踢他走啦 真是慘 這個... 這間鋪位於一樓 沒有流海水 死穴了 沒有流海水的鋪的時候 大家不要小心 整個場都比較靜一點 你看到人樓沒有了 但是現在沒有自由行的時候 就帶領狼 帶領狼 你明白什麼意思呢 這個的鋪 正在走廊的大單邊位 就近港潮流 這個酒樓的入口位 這個影片你看到的了 三百價八萬OK啦 OK啦 即是OK啦 幾百萬貨幣 隨時有自由行回來 遊客回來的時候 我又看得到 為什麼這裡會黃花上來 那是OK的 但是基本上的時候 老實說 我認識的朋友 就是聽我說的故事 身邊的朋友 買到商場店 沒什麼好結果 賺就賺少少 虧就虧虧 包括我爸爸在內的時候 聽我說的故事 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在觀祥堂炒了很多樓 他們同一時間 十幾間地產代理 同一個區 全部不同名 那天客的時候 走到哪裏放盤 都不知道是同一間公司 但基本上 就是表面上代理 內裡的時候 實質上就是 怪羊頭買狗肉 意思是收盤 放盤 靠炒樓 就是火機 那時中水一整 那時八十年代 希望你明白 做開超級市場 做開時多 做開汽車維修 做開場子 搞假下 變成一個地產代理出來 在一個小行李裏 一個可能一百尺的空間 一個地產代理 就是one man band 一張桌一張椅子 開始養護整家 那發財 再次納品啦 那時放學 和周末的時候 經常跟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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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到處看樓 然後爸爸媽媽分開 媽媽先看 通常踩到層樓一文不值 那爸爸就出現 一口砂糖一口糞便成交了 那時經常跟著他 去看樓 最不喜歡的 經常都不太悶 那時我爸爸 基本上單單物業都賺錢 除非一個 是什麼呢 就是他1985年 第一手 三百一十萬 在長實那裏 買了進來 在觀塘 麗港城的商場 麗港城的商場 在一樓那裏租大約三百尺 駕駛了十八年 2003年 就沽出去五十萬 85年買進來的時候 三百十萬 2003年沽出去 就五十萬 虧了84% 那麼 我猜那個商場的時候 到現在可能每間店都只剩一百萬 所以從此他就跟我說 跟兄啊 以後呢 不要買商場的店 不要買商場的店 他就是 he is right 那就是他 他看店 我現在看店多過他 但歷史證明 商場店都是一般都是的 賺就賺少少少 虧就虧虧多 那真是跌到來幾十萬的話 那你就買吧 跌到來三十萬 那買吧 不然有本事 升回到六七十萬 一百萬 但是有很多時候 就是你六七百萬買進來 或者五百萬買進來 你一跌到來幾十萬 你明白吧 那所以呢 商場店通常都是升市 就跑輸大市 跌市 又繼續跑輸大市 就是 What kind of investment is that 那麼接下來了 你會看到很多商場店 繼續會蝕樣出樣 因為我收太多這些盤 商場店我全部都不看的 那麼說商場店店 蝕得很悶 你已經很悶了 那麼商場店賺錢 才是一個奇蹟 才值得報到 前陣有個先達廣場的時候 就賺錢的 什麼短炒兩個月 兩個都姓王 業主和這個新賣家 不知道是不是relative body transaction 但是要收拾一些 十幾二十個巴仙 幾十萬 你已經很厲害了 所以你商場店收拾到幾十萬 已經很厲害了 你要收拾過百萬的時候 真的想頭條 但是可以虧過百萬的時候 就有很多 不值得報到 太多東西都有 總之 I love my dad for his advice 就是我有個好老爸 沒有我老爸沒有了今天 看看這間店 有影片仔你會看到的 恭喜賣家 這個是OK的 幾百萬貨仔 叫做尖東有間店 不錯 恭喜賣家 從來 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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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丁 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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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